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T-Church用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下《除二科学下册》的第九章 指南针为何能指南北 这一开始其实很简单,它会问你 哪一个东西是可以被持铁吸收 哪一个东西是不能够被持铁吸收的 能够被持铁吸收的话就是有什么 有铁角座、剪刀、灰心身 只要是有铁、金属就能够被持铁吸收 不能够被持铁吸收的话有什么 有木、原子笔、塑胶、塑料、Dastic 或者是书本、纸张、眼镜片、玻璃 都不能够被持铁吸收 物质具有吸引铁链骨的性质 我们称为磁性 具有磁性的物体我们称为磁体 这个你们应该要知道 铁链骨就是说铁是铁、链链是链骨 骨是磁骨 这三个东西它们都是有磁性的 所以它们可以被称为磁体 只要有磁性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为磁体 磁体不同的部位磁性强弱并不相同 两个极的磁性交强 我们就称它为磁极 至于当你把这个条形的铁悬挂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禁止的时候 两个磁极总是会指向南北方向 指向北的我们就称它为北极 指向南极的话就称它为S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磁极间的相互作用规定 N极跟S极 它们靠近的时候它们会互相吸引 S极跟N极也是互相吸引 可是如果两个极是一样的话 N极跟N极或是S极跟S极 它们会互相排测 为什么呢?很简单 同极排测 一极就会相吸 然后就会吸引在一起 所以磁体与磁体之间的力的作用 这种力我们称为磁力 就叫做magnetic force 磁体之间相互重的规律就是 同名的磁体会相互排测 一名的磁体会相互吸引 所以使原来没有磁性的物体 得到磁性的过程 我们称为磁化 原本那个铁是没有磁力的 但今天我们弄到它有磁性过后 我们这种过程称它为磁化过程 好像铁磁化后就不能保持磁性了 可是钢磁化后就能够长时间的保持磁性 所以铁钢钢它们是不一样的 它们是相反的 原来具有磁性的物体是去磁性 我们就称它为去磁的 就是说铁原本是有磁性的 但是今天我们一直敲打它 用火去烧它 它就没有磁力 这种过程我们称为去磁过程 使磁体失去磁性的做法 就是透过高温加热 或者是强烈的敲击或者是敲打它 这种做法都是 或者是会让磁体 或者用磁晃磁铁 失去磁性 磁体在生活中的应用10列 就是磁性门碰或者是磁性白板 那种门它有磁性的话 它就会吸到很紧 可是今天如果它一没有电来的话 这个门就没有磁性了 为什么这种门它有磁性呢 因为它是用电来控制磁性的 你有电它就有磁性了 没有电就没有磁性了 然后磁性白板 比如说黑板叉 可以黏着那个白板的 因为它有磁线在里面 然后任何一个磁体 都会在周围激发出一个磁场 磁体通过磁场对周围铁制材料 或其他磁体 产生出磁力作用 磁场的方向 科学把位于磁场中的小磁针 禁止在北极所指的方向 规定为其所在的位置的磁场方向 所以你来看一下磁场线 磁场线的话 你可以怎样看那个magnetic field 磁场线 就是透过你把那个铁屑 就让铁磨成粉的话 你把它放在磁铁的附近 你就会看到它们的那一个磁场的方向 就是从北到南 所以通过那个磁场的方向 还有那个磁场线的那个mid 还是数 你可以决定 决定到那个磁场 它到底是强还是弱 所以方向总是从磁体的北极 直向磁体的南极 就是North to South 强弱的话就是看那个磁场线的mid mid的话就是说那磁场线很强 酥的话就是说那磁场线很弱 代表磁场很弱 你看这个老师刚刚用滑鼠画的 老师画到比较稠 当然你们自己用笔画会画到比较美 你会发现到这边的磁场线会比较密 这边的磁场很strong 这边的magnetic force is very strong 这边的话你看到它们的那个线是比较 比较酥的 它们比较远距离 所以它们这边的磁场比较弱 这个是条形磁铁 连这个就是你的U型磁铁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比较密的 磁场线比较密 所以这边的磁场比较strong 比较强 可是外面的话 它是比较酥的 所以它们的磁场线 比较强 它们的磁场比较强 比较弱一点 好 低磁场和指南针 这个也是很重要 地球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磁体 地磁的北极在地理的南极附近 可是地磁的南极就在地理的北极附近了 所以地磁跟地理它们的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地理的北极就是地磁的南极 地理的南极就是地磁的北极了 所以地球所产生的磁场可以称作为地磁场 好像这种地理的地球也是一样的 它是从地理的南极去到地理的北极 简单讲就是地磁的北极去到地理的南极 所以地磁也是一样的 就是从北到南极 到地磁的南极 然后你们要记得 为什么指南针会叫做指南针呢? 因为其实指南针里面的针还没有指南针 它就一直指向地磁的北极 可是地磁的北极其实就是地理的南极了 所以它就叫做指南针不叫做指北针 所以你们要记得了 同学们不要搞乱 如果考试今天放一个格子在这边 问你地球的下面这边 是地磁的北极还是地磁的南极 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属于地磁的北极 不要写到地磁南极 因为它这边是属于地理南极 不是地磁南极 所以今天的课就到这边了 同学们如果你有什么疑问要问我的话 欢迎你们可以PM我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我的video很好的话 欢迎你们可以帮我多多的分享这个video 然后也按like这个video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希望下一期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继续讲解第十章 我们下集再见 Goodbye Goodbye Goodbye